47. 金融時報 互聯網家背景下信託公司發展前景展望 2015年7月27日信託零八百運互聯網金融對於信託行業最大的衝擊 並不在於能夠創造出顛覆性的金融產品 而在於能夠通過追求極致的用戶體驗 狹斷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緊密聯繫 其一 商業價值觀的差異 就信託公司而言 其傳統關注的核心是金融產品的品質優劣 產品能否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獲得較高的收益 是其關注的焦點 但就互聯網金融而言 其關注的核心則是追求極致的客戶體驗 如何能比競爭對手提供更加完美 更加貼合用戶需求的服務 是所有互聯網金融企業最關心的問題 其二 盈利模式的不同 傳統信託公司是以產品為中心 先銷售資管產品 再鞏固客戶資源 互聯網金融平台的核心競爭力在於 先通過前端免費或極低的成本搭建商業平台 聚集大量客戶資源 逐步形成客戶資源的勇斷 然後再通過提供更為優越的用戶體驗銷售產品或服務 最終形成穩定的盈利模式 其三 運營模式的顛覆 互聯網金融平台最大的優勢在於 能夠製作網絡運營模式的變質性 實現對傳統理財投資渠道的顛覆性衝擊 互聯網金融平台以客戶需求為導向 能夠製作平台天然的優勢與客戶形成互動 隨時隨地滿足客戶需求 首先 互聯網金融平台通過掌控客戶的真實需求 從而實現後期的精準營銷 其次 通過不斷的更新版本 推出新產品來而不斷改進和完善客戶的不滿之處 最後 互聯網與移動互聯網金融平台 可以提供7乘以24小時的服務平台 支付平台 並且不受空間的限制 能夠最大程度的滿足客戶的理財需求 而傳統信託公司由於欠缺與客戶交流的平台 推介產品時無法精準定位客戶 很可能形成資源的浪費 另外 傳統信託公司管理流程複雜 反應速度遲緩 很難及時調整服務 以滿足不斷變化的客戶需求 信託互聯網家未來前景如何 不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 一時綜合化 開放化的一站式金融服務平台 當前的網絡金融超市剛剛起步 無論金融產品服務的數量 總類 無論金融產品的組合式購買 從而推動未來的資產管理行業向更加開放化的 至金融方向升級發展 而是基於大數據或移動互聯的私人定制 目前 互聯網金融銷售渠道的發展趨勢以初步顯現 有線互聯網金融平台僅是互聯網金融的初型階段 移動互聯網 大數據、雲計算的綜合運用 將是互聯網金融平台的未來 通過移動互聯網終端可以連接互聯網 會集並掌控客戶大量的電商交易數據 搜索產生的行為數據 社交軟件的人際關係數據等 通過大數據與雲計算的運用 對以上數據進行深入處理分析 從而準確判斷客戶的金融服務需求 展望未來 每個投資者及其家庭都需要一個無縫的 整合的、私人定制的綜合金融解決方案 而移動互聯技術的發展 大數據與雲計算等科技手段的全面運用 將有望史之成為現實 因此 未來的資產管理行業 必將更加依賴於科技 與互聯網金融銷售渠道的聯繫將更加緊密 對於未來信託互聯網加業務發展 不者建議應注意於下幾個方面 品牌宣傳與推廣 加強與已有的互聯網及移動互聯網平台 就公司品牌宣傳 公司輿程管理 公司產品推介 信託市場信息等方面加強協作 增強品牌宣傳力度 加強公司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互動 這座網站、微信、企業 QQ、微博、客服電話、短訊、 郵件等多種信息服務渠道 為客戶提供多樣化的服務方式 根據不同客戶編號有針對性的使用服務渠道 實現精準的營銷信息推送 利用微信的社交屬性及龐大的用戶群 通過對粉絲的公開內容和互動記錄分析 對公司信息的關注度及在各個渠道上的操作痕跡 可以找出千絲萬類的信息 利用某種規則關聯並將信息綜合到一起 就可以幫助公司篩選重點的目標用戶 再由理財經旅對重點客戶進行深度開發 從而將客戶轉化為成交客戶 利用互聯網為客戶建立自助服務渠道 份額追加、屬回申請、受益權轉讓申請等可通過自助渠道完成 信託公司藉助互聯網提供流程化的管理服務 可以讓客戶隨時了解訂單進度 提升客戶服務的滿意度 借助大數據手段分析客戶需求 以線上營銷一體化平台為中心 會集來自於網站、微信、呼叫中心、短訊、郵件等各渠道數據 建立以客戶為核心的信息中心 通過對客戶數據深度滑掘 實現對客戶行為與特徵分析 從而可以在產品設計之前了解潛在用戶的主要特徵 以及他們對產品的期待 那麼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即可投其所好 利用消費信託互聯網平台升級理財服務 在與終端客戶對接方面 信託公司可以充分結合線上與線下活動 借助互聯網平台開展消費信託升級理財服務 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 由於消費信託時對接單一客戶資金 不受集合資金信託計劃合格投資者的限制 信託公司還可以對該類產品通過互聯網 及移動互聯網平台推送廣告的形式進行推廣宣傳 本文作者就職於四川信託研發部